怎么了小美 今天必须要走吗 对 我们早点过去嘛 怎么了 挺舍不得这里的 在这里生活这么久 突然要离开这里了 没事的 咱们要勇敢一点知道吗 我们为了自己更好的未来 也为了妹妹 必须要迈出那一步 知道吧 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收拾好了 那我来帮你拿吧 没事 我来拿就是了 那走吧 走吧 陈梅 你在看什么呢 我在看外面的飞机好多呀 对 这就是我们这边最大的飞机城了 是不是还没坐过飞机 没有 这是我第一次坐 第一次坐飞机啊 现在看着确实是很大 但是坐起来的时候 那真叫起一身鸡皮疙瘩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啊 真的吗 对 我以前在老家 我以前在老家看到那天上飞的飞机都是很小的 没想到在这里那么大 对 现在如愿以偿了啊 嗯 来那我们直接坐上去感受一下吧 来 走吧 好 走 小妹怎么了 怎么了 没事吧 小虎哥 哎 那个刚刚下飞机又坐车 感觉火车不舒服 我有点显臭 我耳朵也听不见 怎么回事啊 对对对 正常的 第一次坐飞机的话都会这样的 没事的啊 然后你闭一下眼睛并不养生一下 差不多就行了 然后也马上到酒店了 到酒店就好好休息一下啊 好吧 好 你你把那个窗子打开吧 对把窗子打开 对按按到下面 对对对按那个对 对这样舒服多了 休息一下啊 马上就到酒店了啊 好 谢谢啊 嗯 没事没事 正常的 还想不想坐飞机 不想了 太难受了 嗯 行 那你休息一下啊 嗯 小美这房间 住的还行不行啊 可不可以不行的话 我再给你换 可以小虎哥 你订这么好的房间 一个换了不少钱吧 你随便订一个就可以的 没事没事 有什么事情 我就住在你对面 有什么事情来敲我们啊 嗯 然后你先休息一下 下午我带你到公司里面去参观一下啊 那个好 我先休息一下 嗯 行行行 好 小虎哥 哎 小美怎么了 这个厕所在哪 我没看到 厕所在你后面呢 这个 对 把这个打开 后面有冲水了啊 然后你先上厕所 然后 我出去了 一会下午我带你到公司里面去参观啊 嗯 有什么不知道的 到对面来叫我约情了啊 那我走了啊 看不见 听不着 想不成 抹不到 两个人的依靠 一个人一只 勾一杯酒 一夜 一下子 听不着